大家好,我是Jeggy 我愛你 Hello,大家好,我是Ophelia 今集又會出發和大家看看 英國有什麼好的落腳地 今次我們會去Kent 比較便宜的落腳地 叫做Mate Stone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正宗大王 有很好的效望 而且入倫敦也不遠 是一個倫敦的通勤小鎮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一起跟我們看看 介紹了英國Kent 這麼多不同的地方 大家可能很熟悉 大家知不知道 Kent最大的城鎮是哪裏呢? 沒錯,就是Mate Stone Mate Stone說 英國和倫敦的東南部 氣候方面比較暖和 夏天會比較涼 冬天會比較暖一些 Ophelia Kent這麼大 為什麼你有介紹一些冷門地方? 大家都有所不知 雖然你未聽過Mate Stone 但它是Kent來說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它是Kent裡面的county town 就是院內行政和司法所在地 都是選舉議會成員的地方 最重要是它有便宜的樓價 好的效望 還有就是大家喜歡正宗大王的朋友 有好的市區 有漂亮的綠化環境 究竟在這裏生活是怎樣呢? 我會在交通、治安、效望、社區環境和房屋樓價 去和大家看看 尾部份會和大家上網看樓 看看這裏的樓價可以去到多便宜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看到最後 還有Like、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下次要多介紹英國不同的地方 你就不會錯過了 首先和大家說一下Mate Stone的交通 究竟方不方便呢? 非常方便 因為它是出名的倫敦通勤小鎮 大概一小時左右 可以進到倫敦很多不同的地方 它有兩個火車站 一個是Mate Stone East 一個是Mate Stone West 兩個可以進到倫敦不同的地方 Mate Stone East可以去到 London Blackfriars 和London Victoria 大概1小時7分鐘就可以去到 如果去Mate Stone West 那裏搭車的話 大概1小時左右去到 London Bridge 或者是London Pancreas 如果和Kent 另外一個便宜落腳地 Canterbury比較的話 這裡Mate Stone的火車票 還會便宜過Canterbury 大概一程都是便宜6至7磅 如果你買年票的話 一年可以便宜1000磅 Mate Stone的治安又如何呢? 和大家上到 officialpolice.uk的網站 和大家看看 Mate Stone Central 會見到3月份2022年 有151宗案件 案件是不少的 和Canterbury一樣 比較便宜的落腳地 市中心來說是會差少少的 我不會說治安很好 但是我去到Mate Stone那裏發現 很大部份都翻新了 那邊就好很多 待會你就會見到 Mate Stone 有沒有好校網 和大家上到政府的網站 看看Mate Stone的學校如何 一共有52間的學校 39間的小學 19間的中學 還有14間16至18歲的college 其中有9間是outstanding學校 4間的grammar school 還有其餘29間good school 所以效網可以說是非常好 因為好學校有太多的關係 都不詳細和大家說 有好的outstanding小學 有outstanding的中學 有outstanding的grammar school 還有就是有一間 outstanding的special school 就是特殊學校 5至16歲的bowergrove school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上去lucrating那裏參考 另外就是最主要 因為Mate Stone 都算是一個冷門地區 不是很多人去 找學校也不需要跟人爭位 有這麼多間學校 讓你慢慢選擇 你可以看自己 可以租到什麼屋 附近有什麼好的學校 來選最適合自己子女的學校 終於說到我們氣浴 就是和大家親身去到Mate Stone的市中心 來看看這裏有什麼生活配套 一起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就相處在Canet 最大的市鎮 Mate Stone裏面的high street 這條街就是Founder Walk 因為很大 它不是單一條high street 它有好多條high street 在我前面還有很大間的 house appraisers 現在就和大家去看看 Let's go 這裏就是Mate Stone town center 也是很大的一個市鎮 它不單是一條high street 它是有幾條high street 有些是新的 有些是比較舊的街 在我前面很大間Metro Bank 旁邊對面有HSBC HSBC旁邊也有Net West 可能大家在這裡比較遠一點 可能看不到 前面也有巴士站 HSBC旁邊就是一間吃午飯和午餐 Milkshake和冰淇淋 看到Loyce 在這邊 這邊有些女生服裝的 Monsoon 以及Accessorize 你看看 已經是刺了 這兩間店 這條街就要買一些便宜的 那旁邊我看到剛才那條街都翻新了 等一下跟大家去看看 這裡真的很大 真的 每天都走不完 有Clark's 前面還有大家小朋友都喜歡的 麥記 麥當勞 都會有 這區因為是最大的區 所以都很多人 看到前面有Post Office 就是在WH Smith裡面 在書局裡面 前面還有Marks & Spencer 就是馬沙 這裡就是一個叫Framlin Wall 也是比較新的一條街 裡面有很多店 Costa 有Pred 有其他文具店 有書局 Waterstone 那些 給大家看一下 Phraser Heart 就是賣珠寶首飾的 賣錶 那些 Jewelers 這裡有幾多店鋪 這間鋪店 旁邊有Pandora 大家應該知道 香港也有 O2 這裡 弄電話 Hotel Chocolate 有女生最喜歡的 很大間 這間 Sara 我都很喜歡走Sara Sara 旁邊就是 有Bootz 就是藥房 還有這裡有Pred 也挺大間 這間 這條街也很長 這條新的 應該是Framlin Walk 也挺好走 這裡 很多東西買 還有Storm Front 就是蘋果的RESET Bootz旁邊就是River Island River Island 就是英國一些 High Street的 賣女性服裝的店 類似Sara H&M H&M 還有 也是很乾淨 可能剛剛新製 跟剛才旁邊那條街 真的很不同 看到書 Waterstone 前面有The Body Shop 小朋友最喜歡的 玩具店 這間就是Builder Bear 可以即場 幫你去 製作啤啤啤 還有甜品店 Patisserie Valerie 不錯不錯 在我前面 這間很大間 House of Fraser 也是英國的一個Department Store 類似香港的榮安 另外這條街 也有很多東西走 很多東西買的 這條街好像比較多 這條街 看下面有什麼吃 這條食街 對面有一個餐廳 Jack and Bean Stock 正在做 這間是Night Club The Green Room 似乎Midstone的Night Life都可以 這裡 對面有Nandos 還有文具店 前面有Sissy 就是吃意大利餐的 前面的景點 也是很不錯 今天雖然天氣一般 但是 起碼沒有下雨 因為英國真的 經常都下雨 沒辦法 前面除了Sissy之外 還有一間吃Pizza的 叫做Fire Away Fire Away前面有Five Guys 看到嗎? Five Guys在前面 我都蠻喜歡吃的 因為我覺得很新鮮 對面有Wild Wood 就是吃意大利Pizza 那些東西 這裡走上來 有Tony and Guy Salon 就是展法店 旁邊有一間花店 前面就是回到剛才那裡 就是馬沙 另外一條街 對面有Starbucks 很大間 然後就是前面這個The Mall 就是如果有什麼事 下雨 就進來這個商場 就沒有錯了 進去看看吧 我會說這裡不是很新 但是都是乾淨的 這邊可能就是有一些 剛才High Street沒有的店 這裡有什麼? 有甜品店 Muffin Break 有些蛋糕 三文治那些 如果走到鼓鼓地 都可以進來坐下 休息一下 現在就找我的兒子 你看他們去了哪裡 哇 前面還有Soft Play 還有Nex 各樣東西 兩間藥房 一陣旁 對面有Boots 這個商場 都有一間珍珠奶茶 叫做Mubu 很多遠離倫敦的商場 都有這個牌子的珍珠奶茶 都可以的 我喝過 都不差的 這個商場 都是有幾層的 這裡有很大間Toy Shop Entertainer 那也是我的兒子 又進去玩 Cyla 你今天買不買Toy? 不買 那這個是給誰的? 給我的同學 哦 你的同學叫什麼名字? Jack Jack啊? Jack的Birthday 是嗎? 是 這裡有什麼好的綠化環境呢? 一起跟大家看看 現在我們就來了隔離Made Stone的一個公園 叫做Mode Park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 Children's Playground 很多東西玩 Ala 去吧 哇 這個很好玩 有Sip Line 還有一個Sip Line 哇 那是不錯 這個Sip Line很長 這個Sip Line很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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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ark的另外那邊呢 還有一個Skate Park 給一些大小小的小朋友來玩 這個 Children Area也是新興建的 很多東西玩什麼都可以玩 真的 Sip Wire 大小的小朋友也適合 除了有這麼好的公園之外 Made Stone最有名的就是 莫過於Litz Castle 這個Litz Castle很特別 它是在湖上面的一個島嶼 起上來的 它說是全世界最漂亮最特別的Castle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看一下 楊兒也在這裡結婚的 有很多東西玩 很適合一家大小 有很漂亮的公園 還有其他 例如Go Ape 可以搭火車 小朋友的公園 還有去玩Sagway 都會有的 好了 終於說到大家最想知道的問題 就是 Made Stone 的樓價 究竟可以去到多便宜 跟大家上到Ridemove 看看 它就說 上年到Made Stone 的平均樓價 是34萬英鎊 最多是賣出半獨立屋 Semi Detached 的屋 是賣了35萬英鎊 另外排屋是賣一般平均28萬英鎊 而獨立屋 大概是54萬英鎊 如果還有Kens 還是一個平區 Canterbury 的樓價比較 Canterbury 一般是33萬英鎊 可想而知 是差不多的樓價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Canterbury 的地區 如果大家想看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Ridemove 看到這個房間 真的呆了 是賣了85萬 不是85萬 說錯了 是8萬5千英鎊 即是港幣也不用 這個港幣的價錢 因為之前 前兩天我才看過 Ridemove 看到差不多的房間 是賣了150萬 最便宜的那些都要 那我就看看 都挺新的 相片 兩間房間 一個廁所 這間就是 很中心的位置 看看屋樓 775呎 實用面積都算不錯 兩間雙屋樓 一個廁所 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因為它是屋樓 會是 Lease Hold 就不是永久業權 要付回 Service Charge 的費用 外面有個 Gated Car Park 你可以在那裏拍車 這個價錢 真的 看上去很划算 而且是很近市中心 Maystone West Station 0.4公里 Maystone East Maystone East 0.5公里 即是 隨便去一個 都非常方便 那附近有些什麼 學校呢? 最近一間是 C校0.3公里 0.5公里 有Maystone Grammar School 是南校 另外有其他 Good School 在附近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聯絡 他們 Ridemove 我不是Agent 純粹跟大家看看 在同一棟屋 竟然有另一個單位 又是兩房的單位 但你看看價錢 差不多兩倍 這個是 15萬英鎊 價錢 即是150萬港幣 那你看一下 Floor Plan 比剛才小 這個只有564呎 其實想讓大家看看 我剛才說 有些是最便宜的 都要買150萬港幣 這個價錢 就是這樣 提醒大家 這間是No Chain 不用煩 還有 另外一間 也有121年的 訂單 你說這個買不買得過 其實都可以的 這個年份 怎樣才知道 是Short Lease 就是80年以下 大家千萬不要買了 因為很難買出去 或者如果你不是Cash Buyer 也很難去銀行 會借Mortgage 給你 也是同一棟 你看到 所有資料都是一樣的 讓大家參考 看到另外一間 都是兩廣的 房間 價錢150萬港幣 你看一下Floor Plan 差不多538呎的實用面積 有兩個Double Bedroom 一個Bathroom 以及一個廳 都可以用來做房間 你看它的相片 都算新鮮 但最有趣的地方 就要看清楚 因為它寫明 For Sale by Modern Auction 即是拍賣的形式 買給你 即是這個價錢150萬 是底價 用拍賣的出色買樓 究竟好不好 一好又不好 有什麼特別要留意的地方 好處方面 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 可能可以買到一間 你心水的樓 又或者是 因為沒有鏈的緣故 可以很快地搞定所有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英國買二手樓 都真的可以很久 而且整個過程 可以延遲很久 隨便一方都可以撤退 但是用拍賣形式買樓 就沒有這個情況 好處 如果你不太熟悉英國買樓 有機會被人騙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其實價錢方面 你要多付一個價錢 除了那150萬 譬如這家屋 如果你用150萬買了 另外要多付4.2%的價錢 這裡寫得很清楚 一般都是幾個% 你家屋的價錢 價了大概6000多磅 6300磅左右 加上VAT 另外大家要留意 這個價錢 是要加上VAT 去給你的STEM DUTY 即是你不是用150萬 來計算STEM DUTY 而是加上VAT 156000 來計算STEM DUTY 的費用 有機會被人騙 最主要就是 你買拍賣樓之前 要做好你的Research 才可以去買 因為很多人就是 沒看過家屋 就買了 但不知道房子裡 其實都可能有很多問題 可能是房子本身的 整體的問題 可能是裡面漏水 或者發霉 你要找 獨立的人幫你去看 又或者是 那個List 會不會是很短 可能只有 八、九十年呢 另外就是有沒有 其他限制的 就是 房子可能 會不會是不可以 讓你延伸 可能連房子也不能進去 也有機會 那大家去買拍賣樓 或者如果你有興趣 想知道怎樣買拍賣樓 就要做好你的Research 才可以去買 那我們就走完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 Maisdon 這個地方如何 如果大家有機會 過來Cairns 都過來Maisdon 看看是否適合你自己的 落腳地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 訂閱 然後再加一個鐘仔 我們下一個鐘仔 我們下一個鐘仔 拜拜 Hello姐姐